本节目由男士专属护肤品牌 Lab Series 浪世指定播出 我是麻雀陈一县 来自浙江温州 是一名航票 其实我对篮球也不是爱 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打篮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了 早上骑自行车相当于热身 然后到了那就可以马上开始练球 哈喽 底哥 昨天我看到一件还可以的衣服我们可以照着那个板去找个图 我突然给你看一下你应该也你应该也看到过这样的衣服 手机上 对手机上 我们要把自己的元素加到这个 因为我读的是师范类的学校 当一名体育老师可能不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开始从事服装这个行业嘛 我做的衣服其实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风格 帮我把这些风格带到现实的人应该是我的合伙人 就是陈伟迪 品牌的由来嘛反正就是称一些的外号小麻雀 我们取了个叫SuperSpar超级麻雀 我们的吉祥物 走 超级麻雀也是 潜意识里就告诉你要不断的进步 每一天 如果这个小麻雀是不是可以变成一只老鹰 感觉是配料的 400克左右的 这颜色团面都在这里 这颜色不一样吗 不一样 差不多吧 这两个 哎呦眼睛花了 我做衣服 我就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它就是承载了我脑子里的一些感情 就像我今年刚开始做的一款短就就是亲爱的篮球 那是我见到篮球第一面 我自己的感情 就是我觉得我跟篮球打了个招呼 一见钟情 你就会用很轻易的称呼去称呼它 加入相逢的时候我是高中刚毕业 每年我们最吸引篮球爱好者目光的一个联赛 然后我就劈点劈点跑过去了 就碰到那些老大哥 很有感情了 我水平不是很好的时候 他们也是按照那种感觉来照顾我 篮球鞋也会给我买什么的 我就觉得我现在水平好了之后 我一定要帮他们去完成他们很希望完成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好多大哥哥 其实他们生了孩子 成家了之后 就打球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就觉得没几年好打了 然后就很希望在我们当地拿一个冠军 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一个冠军 然后捅着那个奖杯 我就把它举过去 然后我旁边那些兄弟就把自己的手这样举起来在那欢呼 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感觉是给哥哥们一个交代 我在我现在这个品牌工作室的角色 我觉得应该就是形象 就是比如说衣服做出来 我需要上身拍一个平面 把这些衣服推广出去 我跟我姐 经常会选择在上面楼里 拍一些衣服的照片 我觉得他这个人应该是什么事情都从小开始做吧 也不会乱吹牛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特别努力吧 我特别希望让自己就是那种很传奇的那种 刚进入社会的时候 尽量少靠家里的支持 就能把自己扎根在这里 有点美国那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感觉 工作人员和旅客们庆祝 我在外面很累了 很累的时候我也会想家 然后我就买一张回家的车票 我的家给我的感觉就是沙巴 一回来我就可以把车放松 很有安全的就躺在那里 哦 老叔 谁是老叔啊 你 我是年轻的叔叔 你下出来老爸下出 老爸 我老爸烧菜更好一点 我妈是做家常菜比较好 然后我爸是做大产做硬产 这样说你没意见吧 没意见 应该差不多时间该降落了 他就会跟我说 他就往天空上看 然后就感觉时间差不多 应该就是这架飞机 听到他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也是很感动 很小心翼翼的给我打电话 或者是问候我 然后我就会说 你老是给我打电话吗 我现在在外面其实很忙呢什么的 然后我妈就 就是 本来就是满腔的热血 或者是满 内心很好的 内心就是 想给予儿子很大的关爱的时候 被泼了一盆冷水的感觉 其实 我的 内心的 想法也不是这样 其实可能就是太 只顾及自己的想法 没有去顾及我家人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 在接下来的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应该去改掉这个观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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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谢上级就把我降临到这么一个家庭里面 爸妈的教育啊什么的 就是灌输的一种就是 爸妈虽然是你的后盾 但是 以后的路你还是要靠自己 实在不行了 你回来 家里人还是会给你撑腰 是你的靠山 我能留在杭州也是靠篮球 因为我是通过篮球先认识的 我在杭州的朋友 然后打拼之后 有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自己做的衣服啊 工作室啊 这就是一个 跟蜘蛛网一样的东西 一个破了可能这个蜘蛛网就散了 这是一个 卖卖相通的东西 我就像一个火箭一样 还慢慢地在往上走 不仅是在篮球上 在自己的服装 生活 或者是责任上 我会找到更多 更大的 自己要去完成的事情 麻雀 会变成老鹰 成一些未完待续 大家好 我叫张晨兴 我今年24岁 毕业于厦门大学 从小的时候到现在 我一直是一个 核心的身份 就是一个篮球运动员 14岁的时候 有幸地去体育学校 去接触篮球 专业的篮球训练 之后就到了福建青年队 然后包括到了厦门大学 这其中都是跟篮球有关系 毕业完以后 就是面临着找工作嘛 当时也在银行实习过一年 然后觉得 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 就后面就尝试着自己创业 就是自己做生意来呢 就是时间比较自由 然后更加 这种工作室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文艺啊 一进来就花 这个是琵琶糕 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呢 是因为 现在抽烟的人特别多 然后 他们经常会喉咙不舒服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平常 煮燕窝的地方 我们主要的做的就是燕窝 我父母对我做生意这一块很支持 就是他们灌输给我说 你要有自己的组件 人生就这么短 你干嘛一直要去帮别人去打工 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 你还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爸妈希望你是一个有成就的人 希望你做的事情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爸妈也都非常以我为傲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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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从大学就会比同龄人稍微要早熟那么一点点就是可能人家大学在玩的时候呢我可能就开始静下心来在学一些做生意的东西一些管理的一些东西 一五年买这套房子他还就大三 大三呢我说买房子的钱不过 今天你 我知道你要买车的钱 我真的以后等毕业了再买 不然你有没有那个多少钱先拿出来买房子 他第一 他给我一句话 爸爸那我出20万吧 把我都吓一跳 你在不断的在成长 父母也在不断的在慢慢变老 其实我很想让爸爸妈妈过得更好 不用很累的去上班 他们可以很放松 然后想买什么东西就可以买什么东西 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多愁善感的 然后就是经常能通过音乐去找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听乐很舒服 从小就在听周杰伦哥长大了 从小那个什么双杰伦哥的嘻嘻嘻哈嘻 从小那一万元的时候就哎呀 还是跟周杰伦有影响 听妈妈的话 他不在听妈妈的话 而且听爸爸的话 周杰伦跟他带来真的很大的正能量 周杰伦是我的偶像 如果没有篮球 我们不可能见面 当时听了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嘛 就想说 他的那个旋律特别的轻松 特别的舒服 自己想做一首跟他 曲风靠近的那样的音乐 在一个午后 在下大的门口 17岁的我 背着篮球 偷懒还不错 可惜没尽求 想谈个恋爱 再找一个女友 等红等时候 必须要接受 一起吃大餐 再喝罐啤酒 所以说我的生活不止篮球 还有特别多的东西 我觉得我什么都想去尝试 我什么东西都想去做得很好 每个人在青春的时候都会有梦想 我小时候还是想去大MBA 有些人是什么科学家 音乐家 什么艺术家 企业家 我觉得有梦想是好事 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义无反顾的去追逐的这个梦想 不能放弃的 名叫做沙门耳机 山脚为何善悟 它们在玩游戏 下雨的时候 坚决不放手 彩虹亲吻你的耳头 下雨里的一次恶恋 是我对你的纪念 在操场左右来回 等你下课对你说是好久不见 说爱你让你听见 坐在你的心里面 等到放晴那天 我会继续和你再次遇见 我一直觉得有经济基础上 才能做一些有情怀的事情 未来呢我很想说自己拥有自己的一个篮球场馆 不考虑盈利的事情 自己想训练的时候可以训练 想约球的时候可以约球 我就是活在篮球世界里的一个孩子 大家好我叫汪金平 来自上海今年24岁 他就是不太会讲话 然后不太会表达 只是他内心有很多气 但是他说不出来 这就是一个很尬的地方 像一般人出去跟不认识人打球 都会打招呼 说爱你好我们一起打球可以吗 或者是爱你打得不错 我们会交流 他不会跟人家讲一句话 什么都不管 然后棒棒棒扣几个 然后就走了这样 人家看他都很不爽 不理解他 他的思路比较神奇 我们现在就要去我在上海的古董店 我平时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 我们可以参观一下 都是一些杂像比较多 看到有雁台有木雕 还有些瓷器 然后里面这个佛是我七八年前 我在跟我爸去拍卖场 然后别人说这个是宋代的木佛 因为他的帽 帽沾很高 这个是我在苏州拍卖场 然后我买下来的 这个是一个墨盒 上面刻了描绘宋人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段 特别就是在他可以实用 可以像现在的小盒一样 可以摆放一些东西 但他原来老的用途是放墨用的 它是一个墨盒 你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它这上面还有一些雕花 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觉得跟他性格很不搭 就是或者是说大家看到 他以为是个运动型的男孩 运动型这种boy怎么会做古董 这些的 以为他只是就是帮家里人随便做的回事 但是有一次他就跟我聊天 那时候跟我说了很多就是历史 宋代明代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碗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碗值多少钱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说这个词什么什么 就我会发现他是 就真的在研究这个事情 而且也真的是在学习 不过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也从来没有听过同龄人跟我说 这方面的知识吧 开店是因为我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些艺术品 然后我比较看重艺术品投资这个市场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油画 就是在各大拍卖行 属于比较这个他们拍的艺术的东西 他们价值潜力是无限的 然后我就觉得国内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也是有很多带有艺术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回国以后可以深入的学习这种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我选择了开了一家互动店 但是这个是水卯杰作拼接的 这个是明代的窗花 当时他们就是作为一个窗户的外部去做一个装饰 然后后期我自己弄了一个新做的一个框架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像画一样的作品 工艺是不用一个钉子 一个螺丝或者什么凭接起来 它们是用木头一个一个的水卯结构组装而成 我觉得它是非常就是美的 这里就是我在黄山的老房子 小时候在这里待过 哈喽 哈喽 你们好 这是我妈 以前我发现你的这个叫什么灌篮 是在这个地方吧 就在这个墙 我把它买了一个篮球框 然后挂在这个地方 院子里不敢换任何东西 就给它 练投篮 这是我的姐姐 也是我篮球的启蒙老师 我小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面会拍球 我会投篮这样 我小时候应该是七八岁的时候吧 小学 我们就在这个家里面 房间里看灌篮高手 那个刘山峰啊 鹦鹿花道啊 我喜欢 我喜欢仙道 你看你这个时候是几岁 十岁 十岁 十岁左右 这个就喜欢打篮球 这是小时候 然后我们就把收藏的东西 展示在社县的那个许郭相符 讲一个 我们在外面这个客厅 然后他跟家里的我们的好朋友 闺蜜的孩子 一起在卧室里面 然后他从沙发蹦到床上 结果我们当时是一个同床 结果同床上的某钉 把它给扎在这个地方 现场就看到白骨 然后我去缝针的时候 他还不忘拿一个化妆镜给我 我说为什么呢 他想我要看着它缝 就是缝针啊 缝了十一针 就这个点 小时候就喜欢跳 跳蹦 完了以后蹦高 小时候弹跳力就有没有 对 可以看出来 我的下肢力量非常好 当时的教练 说我的弹跳非常好 当时我们要考那个中考 就是每个学校中考 他会有那个电排球 那时候排球比较小 然后我初三的时候 大概是一米八二这样 然后我就抓着那个球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我能抓住他你知道吧 就很喜欢像那个 灌篮高手 那个一木八道这样子去转球 因为我之前老是吊着篮筐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能把这个球给塞进去 然后我就三不篮起来 我就这样跳得很高 然后我往下面塞 结果就进了 第一次口篮子那样 然后我就觉得 我喜欢上的那种感觉 就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我以后的未来 离不开篮球了 从我高中生涯就是结束以后 我就去了美国 从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 然后逐渐就经过这四五年 刚去的时候我是很瘦的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练下肢比较多 上肢是劲很少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 美国那种大壮 顶哇 就是打比赛的时候壮哇干嘛的 他们就觉得 你可能不太会打球 可能就不是很厉害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去健身房加练 练我的上肢 变化呢可能就是从最初送他出国 我觉得他像日韩的小男孩 就是比较弱弱的 像细细长长的 到了美国留学以后 就突然我发现 他就是从日韩风 一下转为什么的 就是很难忍 有那种美国独行侠的那种感觉 我当时就是在健身房里面 慢慢有一点信心的以后 去跟一些学校的那种校队打比赛 我觉得我还是能单挑能赢他们的 然后我就开始组建一个球队 就是当时我们学校有一批华人 也是很喜欢打球 每天晚上跟那些老外一起打五打五 就中国人队 而且我们是经常赢的那一队 现在要去我在上海 我好朋友开的一家摄影室 然后我现在有一些潮牌都会找牌去拍 然后有一些陈列在里面 我们一起看一下 哈喽我是莱姆 哈喽我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吧 然后也看着他这一路 就是有做很多事情 做衣服也好 打篮球也好 参加比赛也好 我在美国 Santa Barbara的YMCA里面 认识了我的好朋友 他是瑞士的 然后他的名字叫尼克隆 他是非常喜欢篮球 然后也非常喜欢一些球鞋 他是我认识的最小的一个 snakerhead 就是鞋头 然后我们两个会交流一些街头文化 因为我们穿衣服风格很相似 然后我们就创了这个牌子 叫Granston Layton 之前吧 他只是跟我说一个ideal 说他想做衣服 然后我就问他 你想做什么样的衣服 他就说 觉得现在可能 大家看到的所谓的国潮 都是很多是一些复刻 或者是什么概念吧 他觉得就是很不好 他觉得应该有一些 原创了自己的东西 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是持反对意见的 我跟他说 不可能啦 因为现在做衣服太难了 那你一件衣服做出来 从你打板 然后再到订稿 再到出大货 再到怎么卖 再到怎么销售 这是一个很强的商业联 反而我以为 他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然后过了三个月 他又跟我说 我这个衣服怎么样 我就说 好吧 既然都这样了 那我就要鼓励一下朋友 这个做牌子谁都可以做 拿一件T恤 你的响应什么 你都可以代表一个文化 我就不太喜欢 说把它说得很大 其实就是 我自己对美的理解 我对艺术的见解 我对潮牌的接头文化的理解 我想我有一个我自己的看法 加上我的篮球 我就想展现给大家 是这个状态 不是你是光做衣服的人 他打球没这么好 打球没这么好的人 他做衣服做得很好 这样子 就是我就想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你知道吗 就是表达一个球员 还有一个现在鼓动上 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我想做一个更 比较有独特的一个人 这是我自信的源泉 人们总是被忘记美好的时候 想起来遗憾的时候 美好的时候就是拥有 遗憾的时候没有拥有 那种 美好的时候 美好的时候 美好的时候有很多 我现在能相信啊 都是那些美好的时候 只有 你被安排和你自己想 所以我觉得 能自己订机票就是什么 想起来玩就是什么 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很 现在大部分的人 都是为了生活的生活 但是我想人生这么短 我想是为了 为了快乐的生活 为了享受生活的生活 一路上就走走停停 然后看看哪儿比较喜欢 停下来住上一两天 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 这世界很酷